王权仁、李晶晶带着微笑离婚 四年前这场耗资1600万元的王权仁与李晶晶世纪婚礼 在情人节前夕婚姻画上句点 两人昨天在台北地院当庭签字离婚 复出法院后并肩走到附近便利商店买饮料 一路上有说有笑 完全不同于过去婚变后的形同末路 两人还发表感性声明 台座集团创办人王永庆长孙王权仁 与走图客运签金李晶晶 身家各约10亿元 两人决定互相抛弃所有财产请求 也不会有任何赡养费 连一向被李晶晶认为介入婚姻的第三者 TPPS前主播李文怡也获策告 王权仁与李晶晶13岁即认识 四年前结婚 婚后半年生下一女 王权仁求婚时说 李晶晶是我第一个女朋友 也是最后一个 但隔年即爆婚变 王权仁说李晶晶打他 还偷走家中的家具 李晶晶反控王权仁和李文怡外遇 官司缠送多年 直到上个月法官劝他们 小孩见长大 父母互相攻击 砍刀流血 对谁都没好处 双方才解开心结 达成离婚共事 东新闻 请人节快乐 报导 好